首相马哈迪上任后大动作改革 连续腰斩两个前朝政府推动的大型项目 先砍龙兴高铁 再砍捷运第三线MRT3 交通部长陆兆福星期三指出 内阁召开会议后议决取消龙兴高铁计划 至于这项决定是否由敦马一个人说了算 陆兆福表示 基于内阁保密原则 不能公开会议细节 至于星期三由首相宣布取消的MRT3 全长40公里 主要是环绕大吉隆坡地区行驶 这个项目已经进行招标 原定在今年首季截标却被展延 没料到509大选政党轮替后胎死腹中 陆兆福强调取消捷运第三线的损失 已经降到最低 前首相纳吉去年颁布的2018年预算案中 把MRT3列为优先发展项目 估计能在2025年完工 30新年颁布的制装 选择 请不과 权兆福节 花束 本部的違紀表 的 感谢观看